很多想开面馆子的朋友问我 牛肉炸糕烧菜好吃 今天我就把从业30年烧牛肉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准备新鲜的牛奶和牛油 有条件的可以买一根牛半骨味道更鲜 烧牛肉要好吃 一定要用新鲜的牛奶 牛奶带筋为油 口感劲道 肉质筋势而不菜 牛肉和牛半骨冷水下锅 加葱姜花椒焯水20分钟 撇去血沫捞出牛肉 牛半骨继续熬一个小时以上 牛肉洗净凉凉 切成大块吃起菜过硬 这个教程我也做了一整天 能不能耽误你一秒钟给我点个赞 支持一下非常感谢 各种倒入菜籽油烧至七层热 放牛油化开 下牛肉煸炒出油 带表皮微黄下红油豆瓣炒出红油 下姜蒜米花椒再放入橙皮 真香结膩 几块山杂能让牛肉软来入味 再放一勺我烧菜经常用的米制香料粉 加入刚才熬的牛骨汤 蘑菇牛肉 再放一勺汤色和适量的烟和鸡精 加盖烧一个小时就可以出锅了 烘烧牛肉这样做真的太好吃了 学会了全家都夸你是大厨 关注我每天更新适用的美食教程 好像是在乱专门 并不是远一个 是在乱专门